有被人家MeToo的經驗 對 因為之前就是 我還沒有認識我的經紀人的時候 在馬來西亞就是處理工作 都是自己一個人吧 然後就有被一些比較討厭的公司 然後就是裡面的人 就是一直狂邀約我 就是約我去看夜景 然後吃飯 然後一直po我吃早餐 然後喝酒 還是什麼一堆友都沒的這樣子 然後他們還 他還放狠話 就是說如果你不出來的話 然後我會封殺你啊 然後你還想不想在這一行混下去 然後就放非常多的狠話 然後邀請 有被人家MeToo的經驗嗎 喔對 因為之前就是 我還沒有認識我的經紀人的時候 然後在馬來西亞就是處理工作 都是自己一個人吧 然後就有被一些比較討厭的公司 然後就是裡面的人就是一直狂邀約我啊 就是約我去看夜景 然後吃飯 然後一直call我吃早餐 然後喝酒啊 還是什麼一堆友都沒的這樣子 然後他們還 他還放狠話 就是說如果你不出來的話 然後我會封殺你啊 然後你還想不想在這一行混下去 然後就放非常多的狠話 然後腰斜那樣 楊明山拍攝溫泉 然後那天是剛好是低溫超級冷 然後泡在溫泉裡面 就泡得有點久了 因為很暖啦 然後的防護措施就是 就是有貼那個new bra 他就開始不黏了 因為泡水太久 然後我們在拍攝的時候也沒有留意到 然後拍完然後檢查照片的時候 才發覺說 欸有一些小走光的 開完才發現啊 開完才發現 我們有一些動作是一直在扭的 可能就沒有發覺到 一邊 一邊 另外一邊還hold得住 還衣服還貼著 對 但是那個照片是在我經紀人那裡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腹掉 脖子被從後面勒住 偷襲的 喔 對 那一個是我發生在我中學的時候 印象很深刻很深刻 因為那時候 是差不多接近下午三四點那樣的時候 他不是那種地鐵的高峰期 所以人會比較少一點 然後剛好呢我放學過後 就是搭完地鐵回家 他就一段路程那樣 然後人也就比較稀少嘛 然後就一個人就從後面那裡 那樣子哭我下來 把我哭到 然後我就一直掙扎嘛 然後我就一直掙扎嘛 但幸好因為那時候我穿這個衣服 是長袖還有長褲的 就沒有看到什麼痕跡 但是我的手這裡是全部都是磨到 因為一下是那個沙嘛 但幸好就是我推開他的時候 然後我有喊了 在另外遠處的時候 就是有路人經過 然後他們有大聲的就 然後喝止他一下他又怕了 那其實就算是遇到變態的經驗 這是變態 而且非常危險的就是 我家那裡的地鐵就是 之前前幾個月就是有發生過 類似就是女學生回家 然後給人就是綁架 然後撕跳 很危險 接著